安杰企业股份预约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公司呢 其实它是创立在1987年主因生产的旧式塑胶杯 还有便当盒这些食品包裁 一年生产三亿个饮料杯 像是星巴克好市多通通都是他们的客户 全盛时期的时候它的全球市占率高达了30% 堪称台湾的隐形冠军 而且它一年的营收超过了十亿元 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他们不但是爆发了基欠薪资的状况 而他们的获利跟营收都是下滑 现在也陷入了财务危机 不少爱喝咖啡的人上班前都爱去星巴克点一杯 这间全球知名的龙头品牌 有些生物可分解饮料杯 其实是由台厂安杰生产制造 美食卖场好市多 部分饮料杯也同样数字安杰之手 成立至今已经快四十年 安杰的饮料杯年产量曾高达三亿个 还成功迈到世界各地 全球市占率一度有百分之三十 以杯王称号享誉业界 全社实习年营收超过十亿元 塑胶杯 便当盒 豆腐盒 各种食品包材都难不倒他 就连医疗器材 安杰也有涉猎 没有卖N95的口罩 还记得2002年和2003年 全台因为SARS疫情苦不堪眼吗 当时政府要求全民量体温 但是 没有了 耳温枪呢 都没有了 连大医院都没有 各种衣材供不应求 当时的集管局因此对外招标 耳温枪套由美迪金得标 而安杰就是这间厂商的合作伙伴 一直到2021年 安杰都持续在官网上贴出抗菌 医疗口罩 防护面罩等各种产品 但安杰没能挺过另一场疫情 COVID-19 零售食品业当时大受冲击 安杰也难逃一劫 营收获利 每况愈下 2022年营收月2.9亿元 迷股亏损4.97元 隔年营收近乎腰斩剩1.5亿元 为应付财务危机 安杰厂房沦落法拍 没想到又爆出劳资纠纷 和经营权争议 昔日悲忘荣耀逐渐暗淡 岌岌可危 华氏新闻黄澳天舟冠宇 台北报导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耳仙 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